今天我們來拜訪一位 訊陰神人 聽說他把老鷹 養得比小狗還要聽話 第一個 我們叫社會化 我會啊 我帶他去酒店 有 最社會的男人 教他們社會化 我等一下地上丟一罐啤酒 他會咬我嗎 不會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今天我們來拜訪一位 訊陰神人 聽說他把這些老鷹 養得比小狗還要聽話 他叫他往東 他不敢往西 老鷹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 位於食物鏈的最頂端啊 沒錯 熊啾啾氣昂昂 就是在形容老鷹 跟我們的小弟弟 等一下他們就說 你怎麼叫老鷹叫小弟弟 身為一位八七仲裁 你剛剛也要養的是老鷹 你不要推坑我 這個妹子看到 應該不會比較開心 他放在咖啡廳 他放在飲品牆 所以就過來放一種 外面的作品 你不要騙我 真的 人家對咖啡廳吃 咪 他們現在 正在警戒的狀況 因為有陌生人靠近他們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X哥 怎麼把這些鷹群的 又漂亮又聽話 超白 那我們現在請到的就是中華鷹血的理事長 Alice哥 是 那請問Alice哥 台灣養鷹有多久的歷史 在動保法頒布之前 養鷹的歷史已經幾百年了 後來動保法頒布之後 台灣就不可以養本土猛蟹 是 那真正可以讓我們養老鷹是2003年開始 那個時候開放的有六種猛蟹 是 分別是你現在看到的 歷刺鷹 湯鷹 然後紅尾狂 發狂的狂 底下一個鳥 有準 有準 對 還有一個是紅鷹 以前還有一個第六種叫黑霧舊 後來在前兩年 把黑霧舊又cancel掉了 是 所以現在只養五種 那這些都是外來種的鷹嗎 對 台灣本土全部不能試 那這個歷刺鷹的體型算是其中 偏大還是偏小的 這五種猛蟹全部是中型猛蟹 中型猛蟹 所謂中型猛蟹就是頭頂到尾巴 大概就50公分 到80公分內 80公分內 對 那如果說是大型猛蟹 就是我們講的神雕俠裡面的雕 那個可以長到一個人高之類的嗎 他翅膀張開都超過兩米以上 兩米耶 對 那像這種張開 大概都是一米上下一米二之內 所以你不要看他個頭小小 他張開還有一米二 有喔他翅膀很大 所以你為什麼姻緣際會想要飼養這些猛蟹 應該是說從小就喜歡 你從小就喜歡 從小就喜歡 但是因為沒本事養 你現在已經很有本事了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是 小時候 本事不是說有沒有錢去買它 是 是你有沒有這個能力去駕馭它 養蟹之外你要會尋蟹 對 大概2012還2013的時候 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好 功課也做過了 就拚了 拚了之後 屌到 屌到之後 每年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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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就六隻 還有兩隻放棚在那邊 所以你現在有八隻 其實我有八隻 這個老鷹 他要吃什麼 他的食性 是吃 中小型的鳥類跟哺乳類 他的體重四倍以內的東西 全部是他的食物 再來 他需要越天然的食物越好 所以你給他餵那個 沒有毛的沒有血的也不行 營養不足 對 要給他有毛有血 像白老鼠啦 白老鼠 鞍唇啦 讓他能夠去學猜食 誰猜食就是在那邊 拚吃肉飯 有沒有 喔 他這樣一邊猜一邊這樣 喔 他我跟你講 他有點興奮 可是如果說 你就餵他什麼 雞胸肉 餵他一些那種 他久了 他就看起來呆萌 因為他沒有自己去處理過 沒有殺氣 原來還有這個講究 養老鷹 為什麼不大 其實養老鷹 他要的空間不大 你看到就是這樣 老鷹的大便是用噴的 所以他大概往後 大概抓1公 1公尺到1.5公尺 是他大便的空間 所以 等一下 我們先退後一下 所以 所以啊 所以喔 像這樣的空間內 養一隻老鷹足夠 可是如果說 你沒有讓他運動也不行 所以基本上 兩三天 就要到外面去放飛 這個老鷹的體態才會漂亮 有一次我到那個 信義區 去喝咖啡 坐在路邊 把老鷹放在那邊 結果 竟然有一個路人 抱了一隻兔子在看我的老鷹 哎呀 這也是太危險 老鷹等一下眼睛都真的超大 對老鷹就一直回頭看他 他也這樣 一直這樣 啊 我覺得 所以喔 我建議大家放老鷹 要到安全 也不要去影響到別人的小動物 那其實我們在之前 都有合作過一些小農 那小農他自己 用無毒的耕作方式 常常 不噴農藥 不噴農藥 那常常會有一些老鼠的啊 或者是來一些鳥 去吃他的果實 或者吃他地上 種的那個農作物 那我們這個老鷹去很有用啊 你過去一放這些動物 全跑光光 是 去嚇他個幾次 其實對他的這個 所謂的無毒跟作 有很多的幫助 這個就是 用老鷹來維持生態的平衡 對沒有錯 有過一次啊 老鷹站在這裡 有一隻老鼠 那隻老鼠每個門都想進去 到這邊來停住 一直看 然後 跑掉了 所以 這個很自然的驅逐啊 他光站在那邊的老鼠就嚇到 門捨的概念 門捨的概念 對 你還有準備GPS定位 像這種好幾萬的老鷹不見了 是一個財產的損失之外 最主要是 他有可能會破壞生態 是 因為他肚子而已 他第一個選的就是割射 好 那個處理下去 那基本上都不只 不只那個棒球隊了 他的比賽哥被你抓去吃掉 你覺得 他會散罷甘休嗎 可能不會啦 對不對 對啦 我今天一定要讓超哥嘗試 至少兩隻老鷹 在他身上遊蕩 謝大俠 可以不用了 我天生怕鳥 除了我自己的這一隻小鳥鳥以外 我們等一下還是拿小雞來做教學 等一下去放飛 我用的食物就是小雞啦 你知道我連小雞都怕 你知道嗎 真的怕鳥 不是 我是怕雞頭 我小時候 就知道某些原物吧 有的人怕蟑螂 有的人怕老鼠 那我是怕雞的頭 差不多我給他試試看那個 農野放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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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現在在龍岡大操場 是的 旁邊都沒有什麼建築物 也沒有什麼生態 對 也沒有什麼生態 不用太擔心 擔心到人家割舍什麼的 哈哈哈哈哈哈 Ellis哥比較怕的是割舍老闆 沒有錯 比賽哥一隻幾十萬幾百萬 那個開玩笑 他一下去很少是好幾十隻啊 那個賠可能要請家當場 那個已經不是賠了 那個就跑路了 那個就跑路了 一隻老鷹剛買回來的時候 他是沒有經過訓練的 對 沒錯 那你要怎麼樣去訓練他 成為聽得懂你的指令 第一個 我們叫社會化 我會啊 我帶他去酒店 要 他這兩杯威士忌 他這社會化 我們家老鷹KTV啦 你想到的地方 他都去過 因為他既然是 跟人一起生活的猛情 是 你就不能怕很多東西 那第二個動作 一定要 習慣性聽你叫他的口令 比如說哨音 哨音 比如說名字 叫他 叫他 他聽到 他就會飛過來 第三個動作 體重控制 體重控制 老鷹是機會主義者 有東西吃 他才要聽你 他沒有東西吃 鳥都不鳥你 肚子飽的時候 你以為他跟寵物一樣 會給你玩 沒有這回事 這三個梅槓一定要學會 要不然你的老鷹 隨時會衝到人家鴿舌裡面去 像我隨時車子都發動中 說跑就跑 說跑就跑 一隻鷹你要學會訓練他 第一個 你要先學會所謂的跳拳 所謂的跳拳就是 他要從矮的地方 跳到你的手上來 芬達是一隻半歲年 半歲算很小 就不到一歲 所以你看他胸口還有花園 你看他這個都比較黑了 這個都超過一歲以上 一兩歲以上 他社會化的程度 可能還不夠 也是最低 也是最低 所以今天來挑戰最慘的這一隻 他對於我的跳拳 是不是已經都學會了 好 好 芬達 漏氣了 芬達 這個叫跳拳 跳拳學會了之後呢 開始就要做所謂的 中距離 長距離的動作 芬達 好 現在這個是 大概10公尺左右的 短距離放飛 接下來就要把它放回去 現在示範這個是叫長距離 長距離怎麼樣也要30米 這隻因為信任程度很夠 所以我沒放肉 他也會下來 而且老鷹在展翅飛翔的時候 其實很漂亮 那練完這兩個動作之後 開始要練習所謂的 環飛 這個環飛就是 繞著我們要飛一圈 再飛為我們手上 這個就是環飛的基本能力 你訓完一隻鷹之後 接下來就要挑戰 兩隻鷹 三隻就要一起來 一起來 一起來 所以你現在可以多批一起來 就我喜歡多批 重點是 你只有一顆拳頭 它怎麼辦 要輪流啊 排隊 輪流 如果是尋三個七辣 這樣應該 時間分配要很厲害 有沒有 你如果是一隻一隻放 你的肉是 在手上胃的話 你根本就叫不回來 他們一定 一定就會到 先到我的手上 他才會 才會有下一個動作 到手上就有肉吃 對 有沒有 肉吃真的是破了 這對要剪掉 其實迅映到最後 就是一種休閒活動 所謂的休閒活動 就是 六鳥 真正六鳥 我們一邊走 他就一邊的跟著我們飛 這才叫真正六鳥 所以我現在開始要做示範 來 來 來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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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散步 好 如果我們走到比較安全的山路 或怎麼樣 他就一直跟著你飛 已經進階到休閒活動了 這個就是六鳥 接下來重頭戲 你 你要不要 不要 至少非要手上一下 一下就好 停一下 停一下就好 內心的恐懼 對 最社會的男人 叫他們社會話 我等一下地上丟一罐啤酒 他會咬我嗎 不會 來 老大 給他啦 給他吃啦 好好好 成功一次夠了 成功一次夠了 快下雨了 快下雨了 這個還有這種 練習這種 再一次 來 3 2 1 你會不會啊 破鳥 欸 不是 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們想請問Alice哥 是 一天要花多久的時間 跟這些老鷹相處 我這些因為都已經老鷹了 是 除了那個菜鳥 剛才那個破鳥之外 哈哈哈哈 基本上一天我認為 我的建議是至少一個小時 到兩個小時 架在手上 架在手上 每天習慣 可是這麼多老鷹 那 那就是能留囉 因為我是一年加一隻 所以說前幾年養的 已經被你訓練的 對 他可以帶後面的學弟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老鷹是食物鏈點擊 他有習慣去爭取他的位階 因此你有一隻老鷹 從小開始養 可能一開始蠻乖的 但是他遲早挑戰你的位置 所以你要養這種猛禽 你心裡要一個概念 他不可能一輩子 當你的小弟 所以你的行為 表現出的態度就是 你必須是他的老大 他才會聽你的 那所謂的誰才老大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喔 老鷹不能打 打了他以後看到你就閃 所謂的老大的定義是 他是很權威的動作 所有的東西是清清楚楚的 讓他學會跟你怎麼樣相處 這一隻老鷹很自然的 以後就會給你很好的夥伴 人家說好男兒亦當如是 就是夢想是很豐滿 現實是很骨感 如果你準備好 你就可以跟Alice哥一樣 是 來家裡來養幾隻音來玩玩 喜歡我們節目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帶你看見不一樣的 中華音邪 是 中華音邪 超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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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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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